一图片来自网络演习攻略 书屏能够活到最后 并且有个不错的结局 除时让人以外 书屏虽然聪明 但也只是小聪明 和甄嬛传的其贵人 河下东春一样 外表美丽 修养却不够 个人觉得一直跟着书屏的路完 才是一个不简单的角色 路完完对自己非常有自知之明 自己不够美貌 不够显眼 自然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 所以也断了做宠妃的念头 虽然不喜欢书屏 但是自己父亲是书屏父亲的下属 自然不能和书屏翻脸 但是书屏所做的坏事 路完完一见也不参与 二图片来自网络这样 既不会与书屏翻脸 连累父亲和家人 书屏如果出事也不会连累他 相比贤妃前妻 既不想参与宫斗战高贵妃这边 也拒绝了纯妃的拉拢 把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但是路完完在为书屏 以及成为皇后的贤妃中间穿梭自如 迎刃有余 贤妃和其他人 不会把路完完这样不得宠的妃子 放在眼底 为书信任路完完 所以把儿子交给他抚养 这样不得宠 不显眼的女子 也一步步做到了妃位 路完完并不是傻白甜一样的单纯 连书屏姐帮着 三图片来自网络书屏 送给永远的东西 路完完一直保存着不用 虽然他们关系也不错 但是路完完还是怕他伤害永远 书屏虽然有很多坏心眼 但是也是真心喜欢永远 所以书屏说他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后来路完完又真心道歉 两个人又和好如初 路完完没有存在感 一方面使他不得宠 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他不着妒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